哈喽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11月29号 11月要见底了 现在是中午的11点07分 现在温度是5度 你别看现在还出了点太阳 在12点之前呢 天一直是阴天 包括从昨天晚上开始到12点 都是阴天,飘的一点点雪花,一点点雨 你看地面上并没有湿透啊 就是说明雨很小,雪很小 飘下来就化掉了 到现在到1点来钟,总算出了点太阳了 就是你看气候的无常啊 然后现在是要出发去长岛了 他没有,我昨天起个大岛到长岛的时间呢 也就是1点钟,2点钟 我今天没有起大岛 正常的时间也是1点钟,2点钟 没有区别啊 所以说到长岛上班的时间没有区别 都是1,2点,2,3点钟 为什么去这么晚呢 中午应该也有声音吧 怎么不做呢 中午是有声音啊 但是一般情况下都不怎么好 昨天也太烂了 昨天他烂的 我的7,8点钟就回去了 哎,惨不忍睹 没法说 哎呀,我现在这个声音弄得我现在都头疼了 太烂了 我就是不想做这行了 前几天还有几个朋友 还有几个网友加我呢 加我问这个注册的事 问这个注册的事 我说 我当然是想帮助他们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帮到他们 但是我心里其实在这里叫鼓连天啊 呃,我看一下这个油价啊 3块4块9,3块5块9 左边的是3块8块9,3块9块9 没有任何变化 其实我心里是叫鼓连天的啊 其实我心里不想做这行 我也不希望别人做这行 这行不好做 是吧,不是什么好职业 好行业 是吧 哎呀,这是想转行转不了 没办法的事 你看,我的镜头怎么往上推来 哎呀,这没办法的事 所以说我在这里慎重的告诉大家 这行不好做 做做兼职的话还ok 有空赚着零花钱 是ok的 如果你做全职 靠这个养家糊口的话 就劝你不要做这行 是吧 呃,不仅养不了家 糊不了口 搞不好自己 还得把自己的身体搭进去 啊 完蛋的一个实验 哎呀,我是做了这么多年了 我说真是不想做了 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行业做这么久 我被这个行业给困住了 你知道吧 哎呀,被这个司机的行业给困住了 你的司机的行业在这个底层 就是一个天花板 再往上就没有去路了 你说再回到餐馆 再回到仓库 或者再回到其他行业 回不去了,你知道吗 不是说你不愿意干或者怎么样 就是回不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 嗯,我也想请一些朋友 有经验的朋友来说一说 为什么回不去了 哎呀,就是回不去了 那你干个这司机这行 你享受过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自由的话 你回不去了 一般的职业 这种按时就班的职业的话 根本就回不去了 不想做了 做个个把礼拜 个把月就不想做了 所以说这是很头疼的一件事 哎呀,没有办法呀 我也头疼啊 你有位子就赶紧插进来吧 哎呀,所以说我要慎重的 如果说你比如说你有个正当职业 比如说一周工作四天 一周工作五天 是吧 偶尔周末出来赚上外快 这个是可以的 没问题的 这个反正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但是如果你做全职的话 我就真心的不想 不想大家掉到坑里头 滑不来 是吧 费了时间,费了精力 没有赚到钱 不说身体还垮掉了 哎呀,所以说大家就是 大家如果有兴趣呢 去做一做 自己去做一做 是吧 如果觉得好呢 继续做下去 如果是觉得不好 就赶紧赶紧撤 不要再死扛了 没有意义 真的没有一点意义 你看我从Uber一几年开始 是吧 在这边刚刚开做市场的时候 我就开始做了 差不多 是吧 前后脚也就是上半年下半年的事 哎呀 然后做到现在 看到没有 做到我头都大了 我现在做到 我现在看到车我都想吐 说实话我做到这个价子吃 我都想吐 我都没办法 哎呀,整个在这个被圈在这个行业当中 他说你做别的去啊 又没有人强迫你这样做 哎呀,我当时想别人强迫我这么做 是不是啊 没有办法 没有别的活少干了 回不到过去的了 你知道吧 说实话来美国这么多年 我除了装修 装修没干过 装修按摩没干过之外 别的行业基本上都 多多少少都做过一点 是吧 做一天 做一个月 做一个礼拜的都有 多多少少都做过 因为装修是要累腰的 是吧 然后按摩是要累手的 我这个身体啊 素质不是太好 比较单薄 所以说干这两行啊 就是很费力 别人一锤子就能砸一个窟窿 我要砸两三个锤子 所以说我就特别吃力 所以说做这几个行业吧 我特别吃力 所以说我就在这 我就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做装修 但是确实是 确实是做装修 确实是赚钱啊 比起码说比做餐馆还要赚 但是你累 这就是累也是很累的 但是赚钱也是赚钱的 这个毫无疑问的 就是说如果你 你不去做司机的话 如果是身体条件还OK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转做装修 甚至不行做按摩也行 只要手上有劲的话 我主要是太单薄了 你知道吧 自己都按不动 自己都按不动 你说老外吃房那么多 肉那么多 人的话你按下去 跟他慢 跟他慢 饶养养似的 我说我在这行我真干不了 前几年我没做司机 我刚做司机的前几年 那个时候都有都有一个朋友 说哎呀不行 去学做按摩 咱们去外都做做做做一两年按摩 能够攒得下钱的 攒得下钱 咱们回来盘个店 咱们做的开这个按摩店 做就正轨道啊正轨道 做个按摩店之类的 反正这个东西是吧 做按摩店也是里面成本最低的 只要一个按 租下这个门面 稍微简单的装修一下 布置一下 然后摆一些这个按摩椅是吧 嗯就就就完事了 他不像有些那个 像那些这个其他店呢 餐馆就不用说了 像什么美甲店也是 又够很多油啊 够很多那种 这个美甲的设备啊 知道吧 包括其他行业都是这样 要成本很大 按摩店成本是最最小的 只要你有一把 你有一把利子 你有一把利器啊 你有一把利器 你都能做按摩店 所以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劝我去做按摩 你知道吧 呃 当时我就没同意嘛 因为我刚干上这行 我这行还没有做 就做明白呢 我做做其他的 我就不想做呢 加上主要是跟他呢 也不算太熟 知道吧 虽然说 这个聊天挺挺挺挺挺投机的 然后他就从此就去了外周 外周就音讯全无都 就不要再联系了 不知道这哥们干嘛去了 啊 啊 总之呢 我觉得如果是你想赚钱 想赚快钱 或者什么钱的话 你不如认真真学一门手艺 这是最重要的 不管是什么走艺啊 考考来三的手艺都行 比如说你做水电工 像我我这个我老乡 就有很多在这边做水电工的啊 水电工也赚钱是吧 平常你换一个龙头 是吧 你供带料的话 随便便变两三百 随便两三百 自己到home depot啊 或者是去的罗斯啊 你去买买买个配件 买个龙头 也就是十七二十块钱 二三十块钱 三四十块钱也是最好的 是吧 自己换一下 成本成本才成本三四十块钱 他收了三四百块钱 你知道这个利润有多大 是不是啊 所以说水电工也是很抢手的 一个东西 反正就是说白了 就是你是有手艺的 包括你看浙江那边的 江舍那边的是吧 来这儿学理发的 比如说同一年前后吧 前后来美国的 人家做这些年 在这个缅接上 已经打响了名气了 是吧 别人想约他要预约 他从来不做店 知道吧 就这么牛逼 同样是来美国 这么长时间的 人家有一门技术 混在这个平台 混在这个收入 就等于我的五倍上十倍啊 你想想看 所以说你想想这个差距 是吧 有技术跟没技术 有语言跟没语言 这个差距太大了 所以说大家想好了 能出来到外面的 一定要确保自己 有一门技术 能够养活自己 能够能够多少钱 这最好 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 知道吧 别人都扯淡 什么这个想法 这个想法都是扯淡的 没有 混这么多年 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有点警觉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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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傻子样子 我就傻了很多年呢 没办法呀 行了 今天周末还算是 今天不是周末了 今天礼拜一啊 说错了 今天礼拜一啊 一周开始了 上午虽然天气不是好 但是下午我看的 看的不错啊 大家 天气好 心情好 大家这个 工作也愉快 祝大家这个 这个 工作顺利 开开心心 拜拜